掌声有请 吴欣 高度没变 大家好 我是吴欣 确实是又来了又是我 来的有点多 跟卡姆和彭博都特别熟了 在这个夏天脱口秀大会 我非常荣幸地见证了卡姆 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步地成为了彭博 同时呢 彭博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点地沦为了卡姆 梁龙老师说实话我以前不太认识 然后他们跟我说 哎呀 这场的那个嘉宾还有梁龙 我说谁 梁龙不是一种恐龙吗 然后他们就给我看了 梁龙老师的美妆视频 我的妈呀 真的是恐龙 难怪恐龙灭绝了 别人跟我说 哎呀 这个美妆戒牙太乱了 我开始不太相信 这下我真信了 梁龙老师 我还是劝你一句啊 就是别卖口红了 那口红涂到你嘴上 就跟那洋葱涂我眼睛上一样 辣 那个好 宝石 大家都叫他老舅 说是为了亲切 哎 确实挺亲切的 因为我也是东北人嘛 我就觉得老舅这个称呼非常亲切 不过你可要小心了啊 这个再过几个月就是正月了 你就不怕你的粉丝 那个有人剃头吗 别那个梁龙没灭绝 老舅先灭绝了 老舅呢 自称是说唱歌手 还上过中国新说唱 他那首野狼disco我也可以唱 我唱得特别好 我那个节奏啊 音准啊 都掌握得特别好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 是不是我唱得挺好的 其实我唱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歌我都能唱 他绝对不是说唱 你是懂宝石 但是你不懂说唱 很多人呢赋予了野狼disco 这首歌非常高的评价 说什么这首歌啊 是演绎东北伤痕文学 什么玩意儿 画个龙怎么就伤痕了 画破了啊 什么龙那么破啊 啊 梁龙啊 这是我听过 听我长得还蛮看的一个歌 谢谢 袁勇怡老师是一个特别豪爽的女人 她去逛这个包包店呢 那嗓门特别大 就跟李佳琪直播一模一样 只不过她直播间呢 只有她老公一个人 哦 买 哥 这个包再不买就买不到了 再不买就后悔了老公买它 三里的一包 雅丁又带她回港 很多人说呢 李佳琪的文案特别好 但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不太直观 你比如说什么 这个口红涂上去啊 就像小精灵在你嘴上跳舞 小精灵跳舞是什么色 那口红不就是红的吗 咋的小精灵给你踩出血了呀 但是呢 也幸亏这个文案呢 不是梁龙老师说 梁龙老师说 这盒粉底 涂上去就像恐龙在你脸上跳舞 你看这坑踩的 老大了 其实直播文案呢 是非常有讲究的 你得这么写 你看这海天黄豆酱 吃到嘴里 就像那小精灵 在你嘴里现磨的一样 嗯 怎么吃都好吃 老美味了 李佳琪没火之前呢 就经常怼那个大盘 很多网友就说 啊 这个主播好诶 直爽 大胆 真性情 现在太火了 然后也开始跟大盘合作了 不怼了 这就叫 拿人家口红手短 涂人家口红嘴软 李佳琪真的特别拼 有一次直播呀 就是她一口气 不停地涂不停地涂 涂了十几只口红 粉丝就说 哎呀 别涂了 那个嘴都破了 别试了 别试了 但是佳琪呢 有句名言说 不要因为我的工作 而可怜我 这点我想一下 特别值得我学习 在这儿呢 我想呼吁一下大家 各位佳琪女孩们 不要再因为她的工作 再买她的东西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可千万别买了 不管怎么样呢 我还是会继续看佳琪直播的 因为她的专业 她的努力 都非常非常值得我的学习 当然呢 佳琪对我也特别特别好 有一次我看她直播 我就看她说 一直有一个什么 就是很好用的按摩仪要送给我 我今天说实话 来这么多次了 我为什么来 我来就是来要东西的 哎 你那按摩仪今儿带来了吗 赶紧给我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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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大家 我是乌鲜